全国百强县市之首 苏南宁新城市 昆山迎来新的市长人选 昆山市听微信公众号图8月2日 昆山召开全市领导盖部会议 周市东被提名为昆山市市长候选人 并在当天下午的昆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获任昆山市副市长 代理市长职务 同时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庚不再兼任昆山市市长 过去半年 杜小庚一直是一间条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 周旭东表示 从今天起就是昆山事业的一份子 昆山人民的勤务员 我一定倍加珍惜这份信任 倍加珍惜这份机缘 公开资料显示 周旭东出生于1964年 副任昆山前期松州工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54岁的周旭东 江河加苏最年轻的县县级市委书记 42岁的杜小康大班 共致明星城市昆山 2017年 昆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00亿元 彭台新闻www.thepaper.cn 注意到 这个数字将众多集集市甩在身后 甚至高出个别省份 当前 昆山正处于新一轮转型发展的突破期 走高质量发展的昆山之路 改为人先的昆山 是必要从过去外向行经济的高歌猛进中跳出 加速都能转换 由学姐选拔入市周旭东 是学而优则市的代表 1989年 从苏州大学无线电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周旭东留校担任电子工程系助教 此后 他在30岁成为电子工程系教研士主任 并逐步建生为通信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 2001年 周旭东游学界走上市图 出任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看似不太寻常的人是调动并非勃的项码 而是公开范码 人于当时苏州的显处职领导干部竞争性选拔 据公开报道 周旭东当时和苏大其他60多位同事 一到报名参加干部选拔考试 他报考了市科医科技局前身副主任一职 毕试和免试环节 周旭东均获得第一 最终顺利脱颖而出 有基层科研工作的经验和实践 对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帮助很大 在接受采访时 周旭东认为自己的优势 是他的基层工作经验 当然 从科研教学到政府管理 面对如此快度 很多事还需从头学起 好在苏州锻炼和培养大部的环境很宽厚 周旭东说 经研创新经济2005年 41岁的周旭东 升任苏州是科技局局长 并兼键制式产权局局长 主招创新环境建设 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 澎湃新闻注意到 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创新名城苏州科技局局长岗位立来颇受当地重视和关注 近十余年来 立任科技局局长 在临任后多 能够在县市担任主要领导 周旭东前任科技局局长管爱国 离开科技局后曾先后担任昆山市长 市委书记 而此后接棒周旭东 出任科技局局长的黄吉 目前已履行江家港市市长 周旭东业 不例外 2012年 离开市科技局后 周旭东改任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以及虎丘区委副书记 区长 高新区和虎丘区系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 是苏州重要的科技创新材体 从大片农田到写字楼林立 高新区也是苏州造成的经典之作 在高新区任职期间 周旭东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应创新规划理念 大工产不该是城市应有的样子 不能让高耗能高污染 得工业大量破坏城市生态 当然 规划不是最难的 最难坚持规划 周旭东表示 在科技城建设的过程中 经常遇到各种原因要调整规划 但都坚持了下来 最年轻书记等稳健搭档 在高新区任职六一年后 周旭东又从苏州城市转战成东 于2017年初初任苏州工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在苏州历年的战略规划中 高新区和工业园区 一系一东两大创新载体 始终是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两翼 而像周旭东这般 能够在两代园区担任主要领导的并不多见 如今 周旭东的仕途沿着干将路一路向东 跨过今几乎到达昆山 昆山不仅是全国百强县之首 更是苏户同城化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八甲的重要数纽城市 2017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500亿元 近几年来 昆山市委主要领导基金更迭 澎湃新闻记者书里发现 出生于1976年的昆山市委书记杜小刚 世睦 前江苏最年轻的县县级市委书记 此前曾在沽苏区 太苍市任职 周旭东比班长杜小刚要年长12岁 把这主要领导年龄如此互补 在江苏仅次于南京市与花台区 市委书记黄河比区长李世锋年长14岁 在外界看来 相对老城 有着丰富的科技园区管理 创新城市建设经验的周旭东 将给处于转型发展新阶段的昆山 带去更多创新答案和深度视野